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好歌 应该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因为那天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地写了一篇 对 因为另外一头嘛 你知道台北的另外一头正在竞争角株 很多的歌王歌后的事情 然后杨总伟就一派气定神弦的 然后选择legacy 也算是付出啦 对对对对 然后很自在地分享 那天其实大部分唱的都是 有你以前的歌 然后也更多别人的好歌 对 更多是别人的歌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这有一种 对我来看有一种高度的象征性 真的吗 对 就是那边主流在竞争主流的 然后可是另外一边呢 你当然是主流 可是其实因为你停了很久 然后在媒体上 也一路有很多不友善的声音 所以我就觉得那天你自己愿意唱自己的歌 然后跟台下支持你的互动 然后我觉得很棒 谢谢 所以我才会说今天遇到杨总伟 觉得还蛮亲切的 觉得好像前一阵才看过他 所以要不讲一下 事实上唱别人的歌 跟后来要投入这一张新专辑 心情应该很大大不同吧 某种程度来讲 我觉得都是唱别人的歌 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 就是大部分都是忠诚老师的作品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也都是算是唱别人的歌这样子 那本来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觉得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把它当成是像一种任务在看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升任 对 所以这部分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升任 所以可能我在刚出道的时候 唱会是唱女生的歌 对那就会有 当然各方的意见会很多了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心境上是 差异性没到那么大 对 就是你所谓的都是唱别人创作为主的歌 对 可是这张也有自己的创作 对这张也有自己的创作 来介绍一下 像被遗忘的 被遗忘的 然后还有光影 嗯 然后还有时间渗透 来真别说一下好了 先讲被遗忘的 被遗忘这首歌 这是词曲都有 对词曲都有 呃 这首歌是那时候我拿我的作品给大哥 他首先认同的一首歌 这样子 但是他对 是今年吗还是去年 去年我们在录录录音的时候 然后他希望我可以拿出我自己的一些作品 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 你带了几首给他 我那时候带了差不多 呃四五首 四五首 对四五首歌 然后 嗯 坦白说我自己有 我自己的作品 就是 我觉得会有自己 我的想法啦 那我觉得音乐是这个样 就是本来就很主观的东西 那 呃 不见得 我会 喜欢大哥做的修改 嗯 对 你说词的部分 对 但是到后来我觉得 呃李宗盛大哥 他现在在我心中已经是一个信仰 对我来讲 对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 因为有他的 成分 是 我觉得这首歌 更加分 更完美 对我来说 你原来为什么会想要写这首歌 嗯 那时候的歌名叫什么 轻松 对 那首歌名叫轻松 对 嗯 好 其实我那时候写这首歌名叫轻松的原因就是 你发现听完的时候 整首第一个词里面没有轻松两个字 第二个你也没有轻松的感觉 是 所以我必须要下一个注解叫做轻松 嗯 对 我自己喜欢的这样子的 一个 一种反差 对 一种反差 对 然后会让你更体会轻松的意思 对就是你会去拆解就是说 为什么 要叫轻松的这样子 那我原先我自己会非常非常 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异味 是 我就 嗯 就跟大哥做个讨论 这样 我希望可以不要跟动这样 可是我还是 后来我才发现说 其实被遗忘的是更更根深蒂固 嗯 去做一个注解 本来 因为我原先的意思我 嗯 回答刚刚老师你问我 就为什么会写这首歌 我发现说 我听了大部分的歌曲 很多人把风筝当成是一个象征 然后也会入词 嗯 风筝两个字会入词 然后也都会揣写这两个字的一个 一个意境这样子 但是我 大部分的歌词都是这样写的 就是风筝自由的飞翔 我唱 我希望有这样风筝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说 好像没有 一首歌是写 放风筝的人 或者牵引风筝的那条线 嗯 那我是从这个地方为出发点 嗯 就是通常我们 非常敞扬在那个 像风筝这样自由飞翔的空间的时候 通常会忘了 如果没有那个线放掉的话 他可能就只是一个不自由的风筝 对 对 那大部分时候 其实我这首歌的时候 那是当下是说 嗯 假设你喜欢一个人 最大的牺牺牲应该是 你希望他幸福才对 嗯 那在 这个 从这个面下去讲的话 那你就应该要 放手 如果你自己 没有办法给他最大的幸福的话 那在亲情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更深刻 就是说 嗯 孩子到了一定的 年纪 对 嗯 父母在某些部分 也会做一个歌手 就是 我必须要你去施行的发展 是 对 所以 这首歌是这样子过来的 对 所以其实被遗忘的跟轻松 我觉得只是看待一件事情的 一体两面而已 对不对 对 只是想你最后要把它稍微 去去去勾到一个比较 好像 有点正面感觉的呢 对 还是回头讲说 那个事情 终究是一个被遗忘的 对 其实被遗忘的有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很释怀 就算你是那个被遗忘的放风筝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很自在 对 对不对 就是还是会轻松嘛 如果你真的放下的话 对 嗯 那你要唱一唱 被遗忘的 海上风中的风筝 有翱翔的旅程 而被遗忘的是 那些放开手的人 残忍或不残忍 已不许谁难以割舍 而被遗忘的是 那些放开手的人 被遗忘的 谢谢 诶 为什么害羞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对 我很喜欢光影这首歌 嗯 那时候又是怎么写的 嗯 光影算是大哥给我出的一个功课 哦 对 他算是给我出一个功课 就是 嗯 我们那时候录音大概是在中后期的时候 然后他觉得就说 嗯 其实很多次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收到曲 然后没有词 嗯 对 有些时候是大哥会闭关 嗯 那他在闭关的同时呢 他就会给我一个 他说你也来写写看 这样子 对 那 所以这一 可能那时候是在跟大哥做一个比稿的时候 哦 他选择了我的 我的 我的创作这样子 嗯 所以 可是这个曲也是你写的啊 嗯 所以 一样要比稿就对了 就在你的曲 他可能也会拿去写 对 是这个意思就对了 哦 所以当时 一开始的动机 就是比较是音乐上的 音符上的动机 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并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而且那时候会有一个依赖性 想说应该会有人 哦 应该会有人把它填上文字就对了 对 所以最后真的自己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旋律起伏的时候 钟伟怎么样 在赋予他一个我们说是比较思想上的 嗯 一个一个一个命意 嗯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压力蛮大的 对 可是就像你说的啊 对 既然他也在写嘛 对 你心里可以心诚侥幸 可是他他不是这种个性的人 他会大哥会 真的看你有没有在 在认真 对 他曾经因为我写的一个词就 嗯 在蛮荒情长那首歌 他 因为那时候我有 我有写一个笔稿这样子 然后他就波然大怒这样子 他觉得你没有认真 他觉得我没有体会到 我是很认真 可是你这个意境里没有体会到 那个曲的 对 他觉得非常失败 他就 所以我为此 生气了蛮久 OK 嗯 可是我喜欢第九首耶 对对 我刚刚忘了讲我也喜欢蛮荒情长 对 对啊 因为那就是大哥的一个 的 的 传统 好我们先回来讲光影好了 对 所以后来最后你决定怎么样写这首 这首 其实有一点点小抽象 对 对 其实有一点小抽象 其实我觉得哦 那时候跟大哥他们在做一个讨论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张专辑的主题 我觉得还是不拖情爱两个字 嗯 我认为 可是你要不拖情爱两个字的话 你如何让他脱俗 嗯 这是我 我或者大哥 想要去 达到的境界 一个一个企图这样子 那时候我会觉得是说 嗯 嗯 我自己 我原先就有一些文字的一些记录嘛 我常常会写一些文字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就 有写下光影两个字 没有内容可是就是写下光影两个字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 有时候情爱也是瞬息万变的 嗯 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小火柴的故事 就是当那个女生卖火柴的女生 她用 她就是点火你才会有很多的 美好的 交换美丽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她就是一种 对我来讲就是一种 一种想象 我现阶段在这个 可能我没有像大哥一样 这么多情爱的沐浴这样 哈哈哈 然后 还有摧残 可能就是 那我就觉得说 我只可以用火柴 来去揣想 去试着去想想看 她就说 我的这个意境是什么 但她终究 她很可惜的就是 她还是一个光影 是 你这美丽交换之后 她还是会消失 嗯 所以 其实她这 她蛮lazy的 她蛮jazz 可能她还有一点难掉 可她就是一个 对我来讲 她是一个比较悲哀的歌曲 是 我喜欢悲哀的歌曲 哈哈哈 你要来一弹吗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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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